面临学习家庭与社交生活的挑战与变动 青少年容易充满不确定的压力感 为了帮助青少年建立积极的心态与培养心理韧性 台北市卫生局将举办亲子攀岩体验活动 鼓励家长利用暑假期间 带孩子从事多元活动 建立正向的亲子互动 攀岩其实对于大多数的青少年而言 是一个很新奇又有趣的一个新的刺激 那能够激发起孩子的自发性 同时又可以兼具十足的挑战 其实在面对不习惯的高度跟未知的体验的过程 我们可以观察到孩子有些不同的个别反应 举例来说有些孩子他可能会需要比较长时间的观察 看看其他的同学是怎么爬的 其他同学的心情是怎么样 那他可能会在拍眼体验的后半段才加入 那有些孩子很明显的他在还没有开始之前 就已经跳上那个墙面了 才已经迫不及待了 所以在拍眼的步骤中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个别的差异 那同时间拍眼这个体验 其实也可以看见他们在面对一些力不从心的状况中 假如说我们有一个拍眼的目标 但学生没有办法达到的时候 每个人的反应也有所不同 像是有些学员他可能会有些挫折啊 生气担心难过 或者是有些人他会越挫越勇 爬不上去就持续的一直尝试同一条路线 那有一些成员也是他可能爬不上去这一条线 那他就会去尝试其他的 所以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 在父母的回应孩子的方式的过程中 也可以看见孩子的适应性 其实也有他自己的不同 那在后续攀岩后 我们有一个讨论的环节 我们分为家长跟孩子两块来分享 在孩子的部分呢 我们是引导青少年他以五感的方式 来分享刚刚攀岩的经验 去整理一些攀岩的事件 那他从事件中延伸至他的一些情绪 攀岩的过程中可能有些挫折 有些成功有些兴奋开心的情绪 以及背后他们让他们去思考自己的需求是什么 那我们也透过小组的讨论反思 孩子在攀岩的过程中经验到一些困难 以及他怎么去做一个合适的情绪调节的策略 卫生局表示青少年时期 在大脑与生理功能的发展 自我概念与社交圈的变动等都面临新挑战 使青少年更容易感受焦虑忧郁或易怒 可透过三个面向因应变动压力 青少年他在成长的过程除了面临家庭 学校以及社交的一些发展 他面临了很多的一些变化以及挑战 那所以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些青少年他接下来的一些身心发展的过程 我们有给一些建议的面向 然后勾给各位家中的孩子 本身自己还有父母亲的一些参考 首先我们会希望青少年能够建立一个规律的作息 规律的生活作息 那这个规律的生活作息 当然就是要吃的营养 吃的均衡睡的好 那第二个呢 我们会希望能够培养一个良好的运动习惯 第三要发展适当的社交生活 那因为青少年期间 除了你要能够运动 那去培养自己的一些兴趣 那建立一些良好的社交生活圈 发展他的一些比较正向的人际关系 卫生局八月份办理青少年亲子攀岩活动 及青少年自我成长团体 相关活动资讯将公告于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官网 以及脸书粉丝专页 欢迎报名参加 记者林习惠台北报道 欢迎订来了